为期五天四夜的汉光演习来到第三天 上午八点花联港也开始防卫作战演练 除了模拟基隆舰进出港区 飞弹试射 战车部队模拟开炮 还有海军的新型反潜机 从花联空军基地起飞等等 模拟作战实况 让观赏民众印象深刻 海军新型CT3反潜机缓缓升空 模拟扫雷任务 让军事迷看得内心好激动 为期五天的汉光演习 即花联地区29号上午八点 也开始第二作战区的模拟演练 红色烟雾就代表对 士兵模拟敌人挥舞红旗 隐身在红色烟雾中 军防演练也包含炮火射击集集中目标 海军陆战队也模拟敌军 强行抢攻花联港阵地 战车部队对准敌军 模拟炮火回击震撼人心 另外除了海军跟战车部队 攻坚登陆擬针程度100分 还有无人侦察机通知后方敌情部署 基隆舰艇也在海上进行物资兵力补给 方便到位 让民众在一旁看演习行动 看得好开心 毕竟是自己国家的军事 你想知道要了解吗 汉光演习进入第三天 不仅军事迷看得开心 最重要的还是要让台湾 拥有动起来的国防军力 解诚建话联报导 汉光演习实兵验证进入第三天 国军在新竹湖口营区实施反击将对抗操演 战车战斗队在炮兵的火力掩护之下 进行扫荡 展现出平时的训练成果 而总统蔡英文今天也亲自试导 验证装甲五四两缕 反制敌机的能力 OH-58D直升机执行战场 征搜导引攻击直升机 呈现陆军最重要的机动打击武力 H-641阿帕契攻击直升机 低空飞行精准掌握目标 新竹湖口营区的反激将对抗操演 声势好大 炮声 枪声 隆隆 操演才 缩短距离演练 假想敌军在齐空军掩护下 完成激将 CM11战车交互掩护 向前挺进 进行扫荡 身为三军统帅的蔡总统 着军服亲自试导听指挥官讲解 从外演习战备到起将 再到联合反激将作战 对抗操演 蔡总统一连三天试导并不常见 也是用行动证明对国防的重视与支持 特指部特战连担任攻击军装甲 五四两女则是防卫军 展现平时训练成果 不过五四两女前一天一辆中型战术轮车发生意外 造成多名士兵受伤 士气是否受到影响 当然发生这次我们是很难过的 但是实际上并不会对我的部队造成任何影响 因为我们已经经过很长时间的训练 期待将这一次的训练成果展现在国人面前 阿爸7 连进者战搜直升机精锐进出 一一敌方可能威胁 展现的是扎实的训练成果 记者萧品修生新竹报道